烏金團長阿克馬向警員派輕包的舉動 引發諸多質疑聲浪 前首相處部長在一步拉薪 就嘲諷 烏統終於露出真面目 完整內容請繼續收看3月30日的百革大事記 晚上好 我是家旋 KK馬襪子風波繼續延燒 繼美羅分店4天前遭人投擲汽油彈 其關丹分店今天也遭遇同樣的事故 只不過這次引發小火警 信號電源及時用滅火器滅火 才沒有釀成嚴重火患及人命傷亡 關丹警區主任望莫哈莫查哈里受巡視證實 這次汽油彈襲擊事件在今天凌晨5點14分發生 而這一家位於關丹雙溪一下的分店 才營業短短14天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 該KK馬店門口處的4個貨架 連同貨架上的一些商品都被燒毀 導致商店猛受大約500令吉的財務損失 而為了確認嫌犯的身份及尋找更多的涉案線索 警方也調閱事發現場左右商店的閉路電視記錄 並援引刑事法典第435條文 支持縱火展開調查 同時 警方也呼籲有任何消息的民眾聽聲協助警方調查辦案 隨著KK馬分店連續遭人丟置汽油彈攻擊 公正黨巴西古當國會議員哈山卡林就在臉書發文 促首相安華和內政部長趁早採取行動 以免為時已晚 哈山卡林說 目前國家元首霹雷州蘇丹 全國總警長都已經開槍勸誡民眾 以緩和種族和宗教間的緊張關係 現在是時候輪到首相和內政部長出面 以政府領袖的身份按照法律採取行政舉措 以確保人民安全的同時 也避免讓大馬倒退到種族和宗教分裂中 開摘節即將到來 務卿團長阿克馬日前在TikTok上傳了一段視頻 畫面顯示他走訪野心警局 除了演講外 也派輕包給現場的一眾警員 然而派輕包的這個舉動遭到各方批評 指控他有違憐證 但阿克馬並不認為自己有錯 甚至變成 如果是台底交易才是有罪 他解釋 派輕包給警員和公務員的目的 是為了向他們表達感謝 而這是他個人每年摘戒月必做的事 在還沒從政之前 也堅持這樣做 阿克馬也說明 他自掏腰包 派輕包完全沒有動用公帑 但律師山卡拉奈爾接受今日自由大馬詢問時 則強調 不論是檯面上或檯面下 給警員輕包就是不對的做法 因為政府已經下令禁止公務人員收取紅包 如果無可避免 則必須要立即向主管 書面承報 尋求批准 此外 他也奉勸阿克馬 如果是真心想要幫助警隊 大可捐錢給警察福利基金 另外 對於阿克馬的解釋 前首相處部長在以伊布拉辛也不買帳 在社交媒體發表盛贊巫統的文章 但細讀之後 就會發現句句代詞 在以抨擊阿克馬的舉動 根本是巫統利用政府中的地位 有恃無恐地做出一些被認為不恰當或非法的事情 在也形容巫統就像是個瀕臨滅亡的政治霸主 如今又活躍起來 再次露出了真面目 他還調侃說 要是一黨或其他的在一黨跟巫統做了同樣的事 可能就會出現差別待遇 內政部長塞福丁此前打包票 稱公民權修憲案能夠在3月27日以148個3分2議席三讀通過 但塞福丁當天提呈公民權修憲案二讀不久後 議長祖哈里卻宣布國會修會 使得法案辯論必須延後至6月的國會 儘管塞福丁事後解釋 展年是為了讓國會議員有更大的辯論空間 但國盟卻認為 是因為提成的當天 國會支持力量不足 才會突然推遲辯論 國盟黨編達及郵定就表示 3月27日當天 共有211名議員出席國會 但當中只有145人支持政府 這意味著政府還欠缺3票 才能跨過修憲門檻 而如果公民權修憲案在投票階段就闖關失敗 也將被視為是針對首相及其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對此 達及郵定就直接指塞福丁是不誠實 軟弱且具有陰謀 濫用下議院會議規則來掩蓋政府的失敗 因此 他促請塞福丁辭職謝罪 並要求政府重新提成公民權修憲法案 接著來關注一起意外新聞 昨天有網民在臉書群組上載了一段行車記錄儀視頻 畫面顯示一輛轎車在大道行駛時 突然遭一顆飛石擊中 導致擋風鏡破裂 但索心沒有量成車禍和人命傷亡 這段視頻傳開之後 眼睛的網民紛紛留言提出質疑 因為從大道旁的草叢飛出一顆石頭 更像是人為 不像意外 有人甚至猜測是當地居民或黑心駝車 企圖製造意外 由於事件討論度高 引起了警方關注 霹雷州總警長莫哈莫·尤斯里發文告 勸請車主立即到附近的警局報案 而根據警方初步調查顯示 該事件相信是在3月22日約半晚6點36分 在南北大道金堡縣區域往北方向的第311至310公里處發生 今天除了這些焦點新聞 大事記結束之前 還有其他的熱點新聞要跟你分享 大馬魚總證實 國瑜首號南丹黃志勇將退出4月在中國寧波舉行的亞洲羽球錦標賽 醫療團隊評估認為 由於黃志勇的被傷正在康復中 還不能恢復高水平的訓練和比賽 否則將會加劇傷勢 而缺席亞警賽也就意味著黃志勇將無法參加今年的巴黎奧運 根據外媒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已修訂一項法規 以便讓中國更難取得美國人工智慧晶片和晶片的製造工具 消息透露 這些多達166頁的新規定將在4月4日生效 同時美國正在草擬名單列出被禁止取得關鍵工具的中國晶片製造廠 好讓美國企業能夠更容易地遏制技術外流 大馬女團多拉登上中國真人秀百分百出品 優越的唱跳實力讓導師們大讚非常有實力 現場觀眾投票也累積439分的經驗值 2019年出道的多拉在馬來娛樂圈已是頂流女團 這次到中國與當地藝人過招 成員表示不僅自己獲益良多 也把MPO傳得更遠 不少網民還把Dollar在中國的表現誉為地域開局 對他們展現出的視覺衝擊力和歌曲感到驚叹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